好 其實我不知道中秋節是什麼時候 但是我 這是我現在正在喝的 我這個已經喝了大概三瓶了 換好衣服 我現在要帶狗去散步 我覺得我青包不好放太多 我現在呢想要來吃一個美心 流心奶黃 OK 我現在是因為藍色 嗨大家 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我剛下班 然後我剛去拿了團購 我訂了給你們看 我訂了 叮半島酒店的月餅 你們看那盒子很美 你看這個盒子 好其實我不知道中秋節是什麼時候 但是我就是訂了一些月餅 我訂了兩盒 美新的那個流星月餅 然後再訂了兩盒 這個半島酒店的月餅 其實都不是給我自己吃的 我自己很想吃的但是其實是訂給 送給一些平常在這邊就是蠻照顧自己的 長輩們之類的就是送個禮 這樣過個節 不知道會不會有剩下的我可以吃到 這樣但是希望如果有的話我希望可以吃個 一兩個 今天天氣超熱今天太陽整個非常非常大 然後 我想一下 我等一下應該就是回家 然後我還不確定今天晚上 會不會煮飯 冰拿鐵 如果會煮飯的話 我就再拍給你們看 再決定還沒決定還沒決定 我現在用的唇膏怕有人問 用的就是我之前分享的 921號 你看 比較濃的圖 其實它也是可以這麼濃的 還OK嗎 那現在 我應該就是回家 帶狗狗去尿尿 然後 迎接週末的到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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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啦 嗨大家,我到家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剛在中超買了甚麼東西 首先呢我買一個김 Juli的拉麵 就是這個牌子是就是那個辣雞麵牌子 最近想要吃一些就是沒有那麼辣的泡麵 就有時候晚上 我覺得太晚有時候吃太辣 肚子會不太舒服睡覺的時候 所以我就想買一個比較基礎的這種泡菜的泡麵 然後呢買了一個這個是Kiki的 還沒吃過他的小醋麵 我目前吃過的是他的那個蔥的那個麵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還買了一個賈靜雯粗的這個假以時日的麵 我覺得偏貴 可是我覺得賈靜雯真的太美了 小時候真的是最愛他演的那個疑天屠龍記的那個郡主 恩 愛心 所以支持一下 然後很無聊的買了一個金蘭醬油 然後買了一個黑咖啡 這個我已經喝很多瓶了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我現在正在喝的 我這個已經喝了大概三瓶了 這個我主要就是運動之前會喝吧 我覺得運動起來好像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但我就蠻習慣運動起來會喝一個黑咖啡這樣 將 我現在要來開一個那個Amazon的包裹 就是Nana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她 她身體有點過敏 所以會長一點東西 然後 我買了一個 可能她吃的東西我都會特別注意之外 我就還買了一個這個在Amazon上賣的這種 比較可能增強免疫系統的那種對抗過敏的那種Bites 給她吃 可憐的Nana 大家不要一直聞好不好 過來 欸嚕過來 誰要吃過敏的藥 這也不是藥 這是一個 誰 好啦等一下啦 誰 有沒有好香 有沒有好香 有齁 誰 這個是 等一下 這個是 誰 一個chew daily一個chew 誰 誰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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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girl 來 她們都不知道那個是自過敏的 這麼開心 很好 娜娜 誰過敏好可憐 嗯 誰過敏好可憐 妳 妳幹嘛一直趁亂接近那個過敏的藥 嗯 好可憐欸 好可憐 不要再接近 不要一直趁亂接近那個藥好不好 我想要 想要吃個零食 吃飯之前吃個零食 你們不要一直check好不好 我已經好久了 沒有買餅乾 我看到螢幕上好像一直在盯著我的餅乾 這個一個就是這樣小小喔 是愛心形狀的 還有 欸我有講過嗎 它有橘色 綠色跟白色 我最喜歡的是橘色 因為橘色好像是番茄的 開心 哈囉 你看 嗨大家 我現在呢要來做晚餐 然後 因為其實就是 我想把冰箱的東西清一清啦 所以今天想要做一個很快速的 培根蛋炒飯 因為你知道我之前買一些培根 然後用了幾個之後我就這樣捲著 然後冰在冷凍庫 所以就是 就是 就一直剩這兩塊 我就今天想把它用掉 所以今天想要做一個很簡單快速的培根蛋炒飯 跟 炒 A菜 前陣子買的炒A菜 第三個是我前一天滷的牛腱 然後 昨天煮了牛肉麵 然後今天剩下一點牛腱 就把它當成像冷盤的菜那樣吃 蛋炒飯超級簡單的 然後我這邊已經把就是蔥白跟蔥綠切好分開 接下來就只剩下打蛋 然後我這邊有剩下的冷飯 然後再來把菜洗一洗就ok了 好 材料都完成 有個切好的芒果跟剛洗好的菜 然後現在在熱鍋 培根我太晚退冷凍了 所以現在它沒有辦法被捲開 然後我可以切或什麼的 所以我打算直接下去煎 然後之後再把它切小塊一點 ok 肥脂脂的培根 另外一點我也放一些培根下去 就是用那個油來熱鍋 然後就加蔥白的部分跟蒜 蛋 加在焦邊邊 然後就把飯放進去 白胡椒 白胡椒 一點點 就是讓它炒得比較 有點微微 乾就有一點根根分明 什麼根根分明 粒粒分明的感覺 然後就可以下蔥綠 稍微把它炒一下 有一個很大根的 這個沒切到欸 醬 晚餐完成 首先呢 第一位選手 就是我們的培根蛋炒飯 它稍微 我覺得看起來還蠻粒粒分明的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紫薯地瓜 前兩天烤的 然後芒果 然後牛腱 然後旁邊就是一些辣醬 這樣子 剛剛忘記拿過來了 這邊還有一個青菜 我要來吃 炒飯 這個炒蠻好的 對 還有粒粒分明的感覺 你有感覺嗎 嗯 我要推薦你們一個辣椒醬 這個 烤烏的辣椒醬 這個超好吃 就是 拌在炒飯裡面超級香 這個 炒飯再拿一點 這個辣椒 這個辣椒 應該一般的 亞洲超市 日本超市都會買 Body 彈的味道 看起來ement 我們就可以吃你們 Kubik 跟寶寶 知數 很淺 Nana一直想吃 芒果 真的很像台灣的芒果 再吃了 嘿大家 Nana不要偷開我們 我今天想要來試試看我在Sephora打折買的這個Pharmacy的卸妝這種膏 最近這一陣子我其實用的卸妝產品都是FANCO的這個卸妝油 我以前很不愛卸妝油可是我覺得最近就還蠻愛卸妝油 用卸妝油卸完臉就會有種嫩嫩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 Sephora打折我就買啦 我來試試看 喔 它長這樣 喔它長得很高欸 看一下 它有附一個小棒子 我覺得我 是有點像肥皂的那種 你們看得到嗎 是有點像肥皂的那種 欸我需要沾水嗎 我有看到 它說直接用乾的然後再加水好了 感覺是一樣的步驟可是它太像那種肥皂了 你看得到嗎 就很像那種肥皂的質地 我這邊應該要纖在手上 就是把他 喔~~~ 在手上弄完之後會變成油喔 不知道是不是我剛剛量用了很多 我覺得他清潔力很好 可是我剛剛解一大坨 所以也蠻合理的 我喜歡這個 這個 然後我要用我新買的洗面乳液 塞Sephora打折的時候我買的 這樣 擠太多了 我覺得這個味道很舒服 然後 我覺得清潔力還不錯 不過洗完會微微微微偏乾 就是一定要上乳液 就是了 然後我現在打算直接去洗澡 洗完澡可以順便來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晚上的那種Skin Care routine 就是保養品用什麼 我回來了 洗完澡了 我通常洗完澡出來第一個會噴的是這個玫瑰水 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然後呢通常我第二個步驟是 上雪花秀的這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是什麼 今天買的時候是因為知道它是那種 你在上 後續保養品之前上的 那個 前導精華嗎之類的 不過最近用完了 所以就是沒有這個步驟 然後第二步驟呢看心情 就是我大概一週可能有三四天會忘記要擦這個 這是雪花秀的那個美白精華 我其實沒有很常用美白的產品 但主要是因為應該也是因為 因為這一罐跟那一罐之前在買的時候 那時候有打折 對那時候有打折 所以我就買了這樣 所以就 眼淚擦在皮膚上 第三步呢是眼霜 我通常真的不上眼霜 可是前陣子Sephra打折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罐試試看 恩 目前也沒有覺得特別好用也沒有覺得很難用吧 它裡面是這樣有點帶有一點點橘色的 然後最後一個保養品呢用的是海洋拉娜的這個Soft Cream 這是最近的愛用品 我也是 心痛了很久 然後有打折 我還買下去 我之後的那個八月購物分享會跟大家分享我買這個保養品的事情 弄在手上 有點溫熱感 然後 我好喜歡它的味道 它有一種 不會形容 很像糖果還是什麼的味道 就有一種甜甜的味道 好完成 這就是我平常晚上 每一天如果有完整 就是完整的上保養品的話 然後流程大概是這樣 OK 好 週五 我還去沙發上耍廢了 這裡 好 opt 我 很可燙 那 美麗 很可燙 我一定會買啊 送到洗面前 汗 寶藝 現在要出門送月餅 然後等一下要順便把後面那一堆衣服捲出去 捲去Goodwell 你拍一個半身的就是從這裡 在這喔 很快 我現在回家了然後 我現在回家了然後 然後我準備來換一身比較舒服的衣服然後帶他們去附近散步走走 換好衣服 我現在要帶狗去散步了超級熱 嘿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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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走走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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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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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走 好熱啊 過來 誰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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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剛剛去散步 誰剛剛去散步 誰 是你嗎 一嚕 是你嗎 為什麼 對啊 good girl 誰 那個 糖果的那種糖漿味 娜娜 娜娜 好可愛喔娜娜 娜娜 娜娜 好熱喔 OK 嗨大家 我剛洗完狗了然後我現在想要自己做一點飲料喝 我那天就是買了那個颶風葡萄 所以 將 已經洗好的颶風葡萄 我有點想要來做那個颶風葡萄的氣泡水 來一下 我最近在用那個Soda Sprint寄給我的公關品 就是一個氣泡水機 然後 我如果只要記得 就我在家的話 我就盡量是用氣泡水機 然後如果出門可能才會 因為我冰箱還有很多氣泡水 然後就是超級簡單 就是把它這樣放上來 然後我喜歡喝比較多氣的 所以我一般是用 呃你們看得到嗎 就是要喝比較多氣的 所以我一般是用第三個這個 這樣就完成了 超級快 那我現在要來做我的氣泡水 我這邊放了幾個葡萄 好像放了 可能五六七個之類的葡萄在裡面 然後呢 就拿出一個湯匙 隨便湯匙都可以 然後把它稍微壓扁一點 今天要再拿一些冰塊 來 將 我們下午茶 葡萄氣泡水跟葡萄本人 跟 吐出來的葡萄 好幾個刻喔 嗨大家好 現在是晚上的6點28分 今天晚餐想要做的是Carbonera的意大利麵 應該是翻 應該是類似翻蛋黃麵之類的東西 不過我今天做的Carbonera是 超級非正規的那種 因為 我沒有那個Pinchetta 就是義大利的Pork Belly 有點像 義大利的那種 培根之類的那種感覺 的那個肉 可是我很想要吃那個義大利麵 是外面有一層蛋黃包裹的那種 的麵 所以我今天還是想要來煮 然後我連蘑菇都沒有 我唯一唯一有的料就是 那個杏鮑菇 所以我就不確定今天好不好吃 所以你們先不要follow這個食譜 然後洋蔥 把它收起來 好像就是切小一點 然後切蒜頭 然後切蒜頭 我剛剛的音是不是很高 切蒜頭 先把那個 切蒜頭 然後這邊是完全不知道搭不搭的杏鮑菇 來切 然後我這邊有之前在cheddar juice買的pasta 剩下我應該沒辦法 我應該吃這個的再一半 這個有點太多 這個大概兩人分 我大概拿這個一半 然後來煮水 現在呢要來做那個蛋黃 就是外面那一層的部分 然後我看很多食譜是 一顆全蛋跟四顆蛋黃的部分 可是因為我只有一人分 所以我覺得應該一顆全蛋跟兩顆蛋黃就夠了 哇 喔NO 耶 哎不對 他是要蛋黃 Nins 拿一些蛋白出來 怎麼拿 嗯 又錯了 這是我唯一的起司粉 加一點 我加蠻多的你們看到嗎 然後鹽巴 黑胡椒 醬完成了 啊 這是要煮6到8分鐘 所以我應該煮大概6分鐘然後再丟回去 這樣子 這樣會太多嗎 應該還好 Alexa 6分鐘 6分鐘 開始 我覺得我杏鮑菇好像放太多 我覺得那種比麵多很多的感覺 杏鮑菇稍微縮小就可以開始加洋蔥 因為我喜歡洋蔥就是熟一點 不要有那個生的味道 然後 差不多 我覺得洋蔥有點變色跟變小的感覺 所以可以加 蒜末 看到 我蒜超多的 沒辦法 我想把蒜都用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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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麵筍 煮麵筍 好香喔 現在麵已經熟的差不多 然後我要讓它在旁邊冷卻一點點 再把那個蛋黃加進去 所以把它放到旁邊讓它冷卻一下 把它撥一撥可以讓那個 熱氣散比較快一點 現在已經比較沒那麼燙的時候 就加入我們剛剛做的那個蛋黃 蛋黃醬 炸麵筍 晚餐完成 這是一人份的Carbonera的 不正宗的Carbonera 然後跟還沒吃完的牛腱 還沒吃完的紫薯 今天都要把它們吃完 我沒有自己做過Carbonera 所以蠻緊張的 這是我自己第一次做 就是以前我也以為 Carbonera就是指很多奶油或什麼的 後來才發現其實它沒有奶油 主要是蛋黃 不過我今天蛋黃我只用了 我用了幾顆 我用了兩顆 兩顆全蛋黃 我覺得 我覺得下次要多一顆蛋黃 會更 濃一點 我下次要去買那個 Pancatta 就是義大利的那個Pork Belly 會有那個豬肉的香味 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好像還是太大份了 有種吃不完的感覺 我想要來加辣雞醬 我加在邊邊一小塊就好了 超紅的 你們看 調音加太多 哇哇 你知道辣雞麵就是有一個Carbonera口味的 就是粉紅色包裝的那個 就是一樣的 一樣的概念 好嗎 紅色的 有對焦嗎 嘿 有對焦嗎 將 好像辣雞麵 嗯 今天呢 小豆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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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敷的是 這個 這個 今天敷這個 等一下要來錄一個影片 先來保養一下皮膚 剛剛錄完了一個影片 然後現在換好衣服 準備要出門出去 把要捐的衣服拿出去 然後順便要吃午餐 我的OOTD 唉唷 拉一下 OOTD就是一個很 隨性的短褲跟一個 大T恤 YA 出門 今天天氣也非常好 先來吃午餐 浮牛糖 要吃這個 上菜了 上菜了 我現在呢想要來吃一個 美心 流心奶黃 我現在決定要來泡個熱茶 然後吃一個 我記得去年我好像一個人都吃掉了一盒 Coco 你看 我這邊有一個是 流心奶黃 這個我就沒吃過 這個是 滑 香滑奶黃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比較正規的一個 那種月餅 今天想要來吃流心奶黃 我要去尾播一下 我尾播多久 6秒嗎 7秒 10秒 8秒好了 8秒 我的下午茶 熱茶跟月餅 你們看到嗎 這個奶黃 我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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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 2個 4個 4個 1個 1個 10個 3個 1個 不過我覺得趕快吃一個差不多 就是吃太多會有一種 會膩 現在是晚上的6點02分 然後等一下晚上想要吃Five Guys 等一下晚上8點半呢 8點半之類的就跟朋友約去Bar就是小桌 所以就超級懶惰有點不想要自己煮 所以就有點想要吃那種快速的食物 然後剛好就住在同一個apartment的另外一個朋友 他就說他要去買Five Guys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也想要吃Five Guys 我超超超久沒有吃Five Guys 其實我覺得在我心中我覺得Five Guys比E&L好吃 不過這兩家的那個漢堡的那個價位的定位就是不一樣啦 Five Guys其實比較貴一點 然後E&L就是真的真的很便宜的價格 所以也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真的是考慮漢堡好不好吃 我其實比較喜歡Five Guys的漢堡 不過我的第一名應該是Shake Shack的那個 Shroom Burger 就是漢那個蘑菇漢堡 我很喜歡那個漢堡 所以我現在就在家無所事事的朋友幫我買回來 就是Five Guys 最愛他的Cajun Cray 你有知道他Cray 為什麼我們在看這個啊 因為我們都想看 我的英文好怪喔 超怪 配音超怪 一點都不認識 嗨大家 我現在化好妝 其實就是剛剛的底妝 然後再加眼影眼線 然後換好衣服 換了一個無袖跟一個裙子 然後等一下差不多要出門啦 那我應該不會帶相機出門 因為就是太危險了 感覺很有可能會不見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就帶手機 然後如果有 如果我有記得 然後有值得拍的話 我就是再用手機拍給大家看 喔 穿個鞋子 好 我剛剛換了一個裙子 然後下面穿的就是一個靴子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是 耳環應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Severe的耳環 這個很可愛 它是兩個耳環 就是疊在一起的 然後另外一邊的耳環不一樣 就是它是兩邊不一樣的耳環 看到嗎 好 OK 你拍個照喔 你拍個照喔 慘了 你看我 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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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 這裙子的素材 你應該不需要我們拍 不需要 不需要 我看到我要開Mouseign喔 看起來超多美的 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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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照